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的华尔街焦点节目 突发中国数名将军被扣押 涉国防部 参谋部 火箭军旅战略部队 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说法指称 中共军类反腐与纪检单位 正在调查解放军火箭军相关高层 包括现任司令员李玉超 副司令员刘光斌 以及曾任副司令员 现任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的张震忠等人 报道称 相关调查是在今年3月 魏凤和卸任国防部长后便启动 尽管官方并未公开发布消息 但据了解 上述三人已被调查人员带走 南华早报报道 两名消息人士透露 中央军委的反腐败机构 纪律检察委员会及其审计办公室 一直在调查该部队现任司令员李玉超 以及李的前任和现任副手张震忠和刘光斌 据一位匿名消息人士透露 调查是在今年3月 魏凤和卸任国防部长后一段时间开始的 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开宣布 对这三人进行任何调查 但据信他们已被调查人员带走 报道引述一位匿名消息人士称 几乎所有的共军高级将领 在寄生之前都拥有良好的声誉 但由于寄生后 这些将领拥有比过去拥有更多的机会 和国防相关企业打交道 这或多或少使得他们变得不化 最新传言指出 火箭军多名高级将领 涉及的贪腐或泄密案 还牵连到居干生 甚至还有传事件 与引发中美关系生变的气球风波有关 文章表示 战略支援部队 是2016年军改后成立的新兵种 由网络 情报和太空部队组成 61岁的居干生 曾任总参谋部第三部 技术侦察部12局局长 急驻上海61486部队指挥官 居干生后来还当过总参第四部 电子对抗雷达部部长 战略支援部队 网络系统部参谋长 司令 2021年7月升任战略支援部队司令 同时寄生上将军衔 中央社引述港媒文章表示 上述传言暂时无法证实 但火箭军与战略支援部队都是国之重计 司令不会长期空缺 如果传言属实 解放军在8月1日建军节前后寄生上将时 就应该有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的新司令 火箭军 到目前为一共有13万人左右 配备有40多个导弹率 手中装备有5000枚左右的东风导弹 东风41导弹只需7分钟便可以打击到美国本土 火箭军就是终极武器 若是出手武统 中国会如何作为攻打台湾做准备 德国之声中文王 台海紧张局势的背景之下 北京会否武统台湾也成了外界热议的话题 英国经济学人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述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东亚国家情报官科博指出 如果中国想入侵台湾将会是全国性的行动 若是北京准备攻击 会留下难以掩盖的种种迹象 比如中国空军可能会征用中国全部领空 这样就会打乱中国境内的航班 也会让中国民众和海外观察者立即觉察出异样 空军基地和港口的人员将会增多 关键基础设施 以及中国边界的安全力量也会增强 卫星图像上也可以进行观察 不过中国可能会干扰的影像收集 例如在发动袭击前几天 中国的卫星将会集群在美国的卫星周围 试图对他们进行干扰 在任务启动的最后一小时的时候 可能会发动网络攻击 试图破坏各国的观察能力 避免暴露中国军队的行动 美国前印太司令 海军退役上将戴维森纪年2月表示 中国可能在2027年前攻台 不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本月初表示 习近平并没说已经做出决定 在2027年以前出兵武统台湾 他认为美国必须加速军队现代化 震慑北京不要轻举妄动 本周一7月24日 台湾开启了为期五天的年度汉光演习 这次包含桃园机场的反攻击将演练 这是台湾首度在民用的桃园机场进行操演 在台湾举行演习前夕 中国军机持续在台湾附近活动 台湾国防部周一表示 前一天总计真获解放军军机11架次 其中有4架次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另有6艘中国军舰出现在台海周边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紫云 告诉德国之声台湾并没有挑衅中国 现在是中共 它是要摧毁台湾的民主 他还补充 透过这次演习 台湾不只向北京传递信息 也向国际社会表明 台湾不清起战断 军演纯粹是防卫性质 此外 也要让外界知道台湾有决心 有意志防卫自己 且不断强化防卫实力 藉由备战来阻止战争发生 经济学人指出 物流准备阶段早在几周前 就会对外界可见 另外 就像俄罗斯去年入侵乌克兰边境前 约两个月一样 民众的生活很快将被打乱 中国的专家和官员 可能会被召回国内 居住在国内的专家和精英人士 将被阻止离开中国 包括他们的家人 收紧资本管制 并且可能会进行全国性的献血活动 数百万中国人的翻墙工具 VPN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难使用 克佛指出 军事方面 在计划中发动攻击的六个月 或更长时间内 但要生产将急剧增加 训练和演习将会被叫停 以便对主要装备进行维护 军人的所有休假都会被取消 部队的信息宣传也会发生变化 对于大多数解放军来说 这将是他们首次真的走上战场 不过 北京若是真的走出这一步 或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美国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去年11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指出 即便是中国军队成功武统 北京也会大上元气 这将是一个得不偿失 要付出高昂代价的惨胜 皮落世事胜利 此外 无论在外交 还是在经济层面 中国可能被其他国家鼓励 本被市委外长大热人选 乐玉成卸任广电总局副局长 7月28日 人社部网站发布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信息 其中 乐玉成被免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职务 乐玉成原是外交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 封管日常外交业务工作 也是19届后补中央委员 本被市委外长大热人选 但在去年6月突然扁任广电总局 公开简历显示 乐玉成 南 汉族 1963年6月生 江苏省人 大学毕业 中共党员 乐玉成早年曾在江苏省旅游学校学习 毕业后在南京旅游饭店工作 1982年 进入南京师范大学就读 专攻俄罗斯语言文学 1986年 乐玉成进入外交部任职 先后在外交部欧亚斯 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 外交部政策研究司任职 乐玉成于2011年 出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2013年 任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 4年调任中国驻印度专题大使 2016年回国后 乐玉成履新中央外办副主任 两年后 白任外交部副部长 2022年6月 乐玉成转任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 党组成员 另外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联通董事长刘烈宏 担任国家数据局长 星岛日报 7月17日 已经披露 刘烈宏出场国家数据局的消息 今年3月 全国人大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提出组建国家数据局 负责协调推进全国数据基础制度建设 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等 并主管大数据监督管理工作 由国家发改委管理 55岁的刘烈宏 四川成都人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担任过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高层 2018年 刘烈宏升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 2020年 调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2021年8月 任中国联通董事长 现任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中国外交部 以更新网易人部长 并发布布偿致辞 中国外交部官网28日以更新王毅为外交部部长 并发布王毅部长治词全文 全文如下 欢迎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我仅代表中国外交部全体同事 向您致以诚之敬意和忠心祝福 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中国外交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不幸为使命 以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人类发展进步事业不断做出新贡献 书写新篇章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 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 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 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全力保障中国公民 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 胸怀天下 戳力奋发 守正创新 勇意前行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中国外交部网站愿继续成为海内外朋友 了解中国 了解中国外交的一闪窗户 欢迎您时常来这里走走看看 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谢谢收看华尔街电视的 华尔街焦点节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关注华尔街电视频道 这期的热点深度 继续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其司令员李玉超的相关传闻 正在变成新闻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过去两个多月的各种传闻 最近又有一家重量级的媒体跟进报道 称中国反腐调查人员正在 针对火箭军高级将领展开调查 这一轮军中反腐反弹的目标 正是出现在此前传闻中的 火箭军司令李玉超 以及其前任和现任副司令员张震忠 和刘广斌 北京时间的7月28日 南华早报刊文称 两个信息来源告诉南华早报说 中央军委的反腐机构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以及其审计办公室一直在调查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现任司令员李玉超 以及前副司令员张震忠 和现任火箭军副司令员刘广斌 南华早报的文章中称 中国军方目前还没有公开宣布 对这三人进行任何调查 但局限他们已被调查人员带走 李玉超是此次最新调查中 涉及的级别最高的将军 他只是火箭军的第三任司令员 前两人是魏凤和以及周亚宁 报道提到 李玉超在2009年庆祝中国成立 60周年国庆阅兵和2015年 今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 70周年阅兵中发挥重要作用 上述报道引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 说调查是在今年3月 魏凤和卸任中国国防部部长后一段时间开始的 魏凤和是火箭军首任司令员 也是火箭军获其前身解放军第二炮兵中 首位出任国防部长的将领 很多人认为 魏凤和在2018年任命 表明了习近平对火箭军的支持 火箭军在中国的武装力量中 发挥着核威慑的作用 火箭军也是北京加大对台军事压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驻扎着火箭军部队 这些单位一般不会公开自己的身份 那如何辨别一个地区是否驻扎着 这样一个非同一般的军事力量呢 一位中国观察家向华尔街电视频道提到 火箭军部队很多都驻扎在深山老林偏远地区 从云南到湖南 从江西到甘肃 从辽宁到河南 哪些地区经济发展不太好 没有大型企业 没有大型商业 甚至可能属于贫困地区 那这些地方可能就会有火箭军部队的驻扎 南华早报这篇文章还引述一名消息人士说 几乎所有火箭军部队的高级将领 在晋升之前都享有良好的声誉 他们搬到北京总部之后 却变得没有那么高的道德了 这让他们有更多机会 与国防相关企业打交道 意思可能就是说 从这些企业中捞一些油水 对于上面这一点 这名中国观察家则有不同的看法 这名观察家向华尔街电视频道表示 这听起来仿佛是这些火箭军高级将领 在升入北京之后没有抵御得了物质上的诱惑 其实在火箭军那些天远地区的基地里 更容易发生腐败 那些高级将领在这些基地里 位高权重无人可比 就如同小说《临海雪原》里 坐山雕一样的人物 公开资料显示 李玉超是河南虽县人 生于1962年的11月 2022年的1月 李玉超是晋升上将 当时的《北京青年报》有报道提到 亲任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出身基层部队 曾先后担任原二炮应急机动作战团团长 核长应急导弹旅旅长 原二炮核导弹旅旅长 清型常规导弹旅旅长等职务 率领部队多次圆满完成导弹实弹发射训练任务 军改之后火箭军组建成立 李玉超担任火箭军某基地司令员 2018年担任966-03部队长 2015年的9月 虽县网有一篇文章 叫《虽县及将军李玉超领队参加大阅兵》 提到2000年的3月 当时刚刚通过全军首届师团职硕士研究生 毕业论文答辩的李玉超 就接到复任某导弹旅参谋长的命令 继而又被任命到某基地担任装检团团长 2004年初走马上任某核导弹旅旅长 2005年3月 李玉超又被调到某新型常规导弹旅 担任旅长职务 2008年 李玉超被提升为某基地副参谋长 2013年晋升少将军衔 在2015年期间 李玉超任第二炮兵昆明基地司令员 而澎湃新闻在2018年8月 曾有一篇报道提为 后部中委李玉超旅行96603部队 曾两度率部参加阅兵 报道引述湖南媒体《怀华日报》的报道说 7月31日受怀华市委书记彭国府的委托 市委副书记市长雷少叶市委副书记 市委统战部部长邹文辉率团走访为问 驻怀部队官兵 向他们致意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 报道里尤其提到 96603部队部队长李玉超说 近年来怀华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风貌 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绩 人民群众获得喜感 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广大官兵为第二故乡的发展成绩而深感自豪 上面的几个报道 把李玉超和二炮昆明基地96603部队与湖南怀华联系起来 参考2022年的10月美国空军大学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公布的一份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组织结构的报告 其中就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地62基地的总部 位于中国云南昆明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地53基地为基础组建而来 装备有东风21弹道导弹 长剑10军航导弹 东风21D弹道导弹 东风31洲际导弹 东风26弹道导弹 东风17高超音速弹道导弹 而96603部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3基地的代号 其总部位于中国湖南怀华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地55基地为基础组建而来 装备有东风5B5A洲际弹道导弹 东风31弹道导弹 东风16A弹道导弹 而关于这份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组织结构的报告 华尔街电视频道和进入华尔街频道后面的节目 会专门做视频来进行介绍和梳理 关于湖南怀华的这个火箭军63基地 一位中国观察家向华尔街电视频道表示 怀华有核武器部队没法搞经济 军车出没频繁 整个地区的山几乎都被挖空 火箭军部队依托地形式不断扩展 占了很大一片地 其实周围种地的农民都知道 觉得被掏空的山里很神秘 藏着不得了的东西 怀华这里和湖南省会长沙也很近 而长沙有一所和火箭军关系千丝万缕的学校 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作为曾经领导966-03部队 后来一路成为火箭军参谋长 直至火箭军司令的李玉超 和这所国防科技大学关系也十分密切 这名中国观察家向华尔街电视频道进一步表示 国防科技大学是中国导弹部队的主要技术人才来源 尤其是应用物理系 主要的毕业生都分配到了各种核武器基地 比如新疆的马兰 再回到南华早报的报道 其中提到包括火箭军在内 军队一直是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 该运动现已进入第二个十年 针对的是数十万各级官员 北京甚至一度公开为其反腐败斗争 达到一百多名将军而感到自豪 这一数字比在建立中国的战争 阵亡的将领人数还要多 对于军中反腐 另一位中国观察家向华尔街电视频道表示直言说 李玉超和魏凤和差不多一样 是解放军中少有的从基层一步步伸上来的军队将领 而不是技术型的军官出身 回看过去一二十年的中国阅兵 李玉超好几次表演性的公开亮相 这是比较少见的 可见他很早就被中共作为培养对象 李玉超曾担任二炮部队的应急机动作战 团团长曾领导过常规导弹部队 也有领导过核导弹部队的经历 他担任过位于中国西北的二炮第56基地 副司令员也在昆明工作过 也在湖南工作过 升得很快 这一点可能跟中国军队中存在的河南帮有关 中国军队中的两大腐败派系 就是河南帮和山东帮 从李玉超的出身来看 他应该是军队里河南帮的一员 另外一边或许能和《南华早报》这篇文章 形成交叉验证的是 7月26日隶属于中国军委装备发展部的 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 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 关于征集全军装备采购 招标评审专家违规违纪线索的公告 根据这份公告 军委装备发展部提到 为了营造装备采购招标评审良好的生态 将开展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违规违纪 清查整肃治理活动 追溯自2017年10月以来的 违规违纪的装备采购招标行为 这一查就是倒查6年的时间 军委装备发展部表示 公众若在过去6年时间中 发现以下情况 包括操守缺失 拉帮结派主动泄密 监管缺失等问题行为 应向该部提供线索 军委装备发展部长期以来 寻求消除内部的贪污腐败 该部曾在2019年的军用信息 系统装备招标采购代理业务工作 座谈培训会上强调过 严格规范招标采购管理秩序 并称已在每个项目成立监督 主监督招标工作的开展 谈判群架环节录音录像 已备案被查 上头投标单位反映问题的渠道 已促进公正的采购 在军委装备发展部这周三发表这个通知的同一天 习近平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全面加强军事治理 并且要把军事治理 同改革和法治有机结合起来 强化法规制度实施和执行监督 而就在两个月前 在5月24日明报就披露过张震忠和他 接替他的出任火箭军副司令的刘光斌中将 在4月被带走接受调查 成为最新落马受查的两名军中的老虎 62岁的张震忠是陕西人 1983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雷达专业 长期任职于中国的太空发射中心 历任九泉发射中心的参谋长副司令 西昌发射中心的司令文昌发射厂区总指挥等职 在2016年升任火箭军的副司令 第二年晋升中将军衔 中共十九大即升后部中委 今年还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根据公开的报道 张震忠最后一次的公开露面是3月的时候 出席全国两会解放军与武警代表团的讨论 至于传于张同时受查的这个刘光斌 他是学者型的将领 尚未满60岁 他长期在火箭军的工程大学 前生是二炮的技术学院 学系和任教 历任系主任军联部部长 副校长 于1989年1993年分别曾获西安交通大学的硕士博士学位 曾多次获得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 在2018年任火箭军装备部长 在2022年的6月升任火箭军的副司令 同时晋升中将 虽然他的受查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 但是有军方媒体报道 火箭军党委在5月初举办习近平思想主题教育专题党课史 刘确实缺席了 还有一位时政观察者向巴尔街电视透露 关于李玉超的儿子留学美国被策反泄露火箭军机密的传闻 这其中李玉超的儿子到底有没有到美国留学 这都是无从查证的 即便他儿子到了美国留学 中共现已有一套完整的规则来约束掌握敏感信息的党政军高官和他们的家庭 除非李玉超的儿子很早就到了美国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的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哥雷佛和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复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们好 感谢大家来到今天的思想先驱报节目现场 在今天的思想先驱报中 我们着重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发表在彭博社观点文章版面脑 来自裴敏心教授的一篇分析报道 那么近期有关于中国前外长秦刚的讨论 可以说在各大媒体都有建筑 秦刚在任职不到七个月之后 就从风光山峰顶一路跌到谷底 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但是在裴敏心教授看来 这一位57岁的在中国官场 可以说是年轻才俊的 这样一位由习近平亲自挑选的得意门生的失踪 其实可能揭露了一个更引人担忧的问题 这个担忧还不是说秦刚本人出了什么的问题 而是中国的这一位强人领导人 在寻找比较年轻可靠的年轻领导人 或者是下一代领导人的时候 可能会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我们也说啊在中国的这个体制上啊 外交部长呢实际上跟美国的国务卿 已经是有很多区别的 他主要是做一个传话人和传声筒这样的角色 秦刚去职 秦刚在职 对于外交政策恐怕都没有什么影响 这一点呢也是裴敏心教授在文章中提到的 但是啊 秦刚的突然离职 还是让人对于习近平当时一路提拔他 是不是是个错误有关 未来习近平在看准下一代领导人的时候 能不能够做得更好呢 裴敏心教授随即介绍到 说呢中国和很多国家一样 那么呢在接在介绍或者是挖掘下一代政治新兴的时候 往往也是靠人际交往 你认识谁啊 前一届部长一名谁啊 高级领导人选中了谁 这一些潜在的政治明星 往往是通过这样的形式被挖掘起来的 但是与民主国家不同啊 现在在中国高级官员之间的社交活动是有很多限制的 为了避免他们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比如我们知道在正包括政治局在内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 都不能进行工作以外的社交活动 那如果社交的话呢需要报备 你随随便便一起啊 在工作之后喝酒打牌下马打麻将 这是不可以的 那么在裴敏心教授看来 中国高层领导之间啊 可以进行交流的往往是一些非常官室的这一些场合 在这样的场合往往你看不出来谁是真正的人才 你也看不出来谁值得信任 大多数的会议呀都是照本宣科 中国又有很多等级森严的这种官场的礼节 我们说在台面之下有的时候可以轻松一些 台面之上更多的只是官室条文 下级官员不能畅所欲言 更不要说看出谁行谁不行了 而在裴敏心教授看来 习近平作为最高领导人 这些问题在他这里啊就显得格外的严峻 作为党的最高领袖 他与下级官员会面的机会本身就比较有限 即使有机会 往往呢谁能够谄媚谁在领导之前比较会说话 可能给习近平留下的第一印象就不一样 而作为这个评估人才的手段啊 你看谁会说话谁不会说话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方法 裴敏心教授评估这是一个非常低效的选拔人才的手段 那我们就要说到秦刚啊 秦刚啊之前是一个中层官员 和很多中层官员相比啊 秦刚这个仕途啊可以说是一路啊 做火箭一般上升 他在二零一五年到二零二零年 在外交部担任礼宾司司长 那么之前呢我们也引述一位啊白俄罗斯的外交官 曾经与秦刚打过交道的 讲到了秦刚在做礼宾司司长之间啊 面对习近平国事访问这种谨小慎微啊 毫不出错 对待自己的手下态度又非常的恶劣傲慢 这样的一个形象 那么裴敏心教授就分析到了 说呀正是做礼宾司跟习近平的有很多外访啊 一对一说话的机会 秦刚呢很有可能是和习近平啊 面对面说话的机会 比他一般的同级官僚和官员多很多 当然了秦刚在这个外交专业知识上 是不是也给习近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也有可能 但是他们之间的互动可能就会对于秦刚有一个特别的优势 与习近平频繁出国 背后的这一些后勤问题 都是秦刚一个人来解决的 那么通过这样的接触啊 习近平对于秦刚就取得了某一种喜爱和信任 但是这一些后勤那这一些出访安排啊 虽然是非常的繁杂 而秦刚本人呢又非常注意讨好习近平 在习近平面前的形象 那么习近平对于秦刚的工作能力 到底是不是了解 这一点在裴米金教授看来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党啊 在培养高级官员方面 之前一直在私人关系啊 我们叫做派系拉帮结派 这一方面呢是有很强的传统和基础 那么由于没有这样的个自由社交的场合 中国高级领导人呢 很多时候必须依靠自己几十年前 所结下的初级或者是中级官员的这种友谊 那比如说习近平和何立峰 就是老早就是老相识 再比如习近平和李强也是呢 在他们做中级官员的时候就打下了比较好的阶道 阶段 那么在裴米金教授看来这是因为呀 在那一个职业阶段 他们之间还能够进行比较自由的社交和联络 那个阶段彼此是比较真正理解的 在裴米金教授看来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习近平的核心圈子 不管是何立峰新任的这个常务副总理 还是新任的总理李强 还是习近平这个办公室主任 或者幕僚长这样的一位丁薛祥 都是在地方与习近平共事过的 那么比如说何立峰在八十年代在厦门担任这个有关职务的时候 那么何立峰实际上就是习近平手下一个比较亲近的随从 虽然习近平的前任 不管是江泽民也好 还是胡锦涛也好 在发现和选拔人才方面也有缺陷 但是任期只有十年 所以这个问题就没有成为真正的一个问题 他们能够提拔他们在地方上结识的后期之秀 比如是江泽民在上海所认识的这些人 胡锦涛在负责共青传工作室所认识的这些人 他们也知道我提拔的这个人呢 不管好坏啊 反正十年到期时机成熟之后 这个继任者也会带来自己过去的这一些追随者 因此就形成了某一种比较稳定的循环 习近平这不一样 他没有显示出任何会很快下台的迹象 而他从福建浙江上海这一些地方啊 带到北京的这些当年的随从 年龄也就比他稍微年轻一点点 那习近平五年时间过去之后啊 这一些他当时跟他紧密合作的人 其实年龄也不小了 很难作为下一任接班人 那怎么办呢 习近平怎样找到所谓的青年才俊呢 第一就是像秦刚这种情况 依靠他的个人交往和一种第一印象的这一种判断 但是这有一个问题 就是习近平可能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但是得到的是错误的第一印象 不大能够获得有关于这个人的详细的 他的才能和工作能力的信息 那么未来由于秦刚案例在先 习近平是不是会更加谨慎的选择啊 把他不那么了解 只是留下好印象的人才啊 坐直升飞机送到高位呢 这是裴米欣教授所提出的一个问题 当然了习近平要是选拔人才 还有另外一种途径 就是依靠他信赖的人来推荐未来的领导人选 那比如说习近平不了解那么多人 但是习近平信任蔡奇举个例子啊 那么蔡奇是不是了解其他的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呢 但是这里有非常微妙的一点 在裴米欣教授看来 习近平身边的这一些副手与习近平的关系也是相当微妙的 这一些副手本身就是竞争对手 他们是不是会不顾资历为自己的支持者出谋划策呢 习近平对于一个盟友的偏袒 是不是可能会疏远另外一个盟友呢 在裴米欣教授看来最难最难的还不是选拔下一届的总书记 在寻找啊这个省部级干部的时候 往往面临的挑战是最大的 因为这些人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 遇到的更年轻的这所谓的潜在人选 很有可能是习近平不熟悉的 现在只有四五十岁的这一些中层官员 当然与秦刚被免职不同 那么这一些啊省部级官员在选拔中出现的问题 很可能在国际媒体的视野中并不会会展现 秦刚可是在一个全世界每天都抛头露面的人 裴米欣教授最后总结啊 说习近平的困境啊 其实跟毛泽东也有几分相似 毛泽东在统治末期啊 也希望能够培养年轻的一批激进分子 但是这个计划是彻底失败的 看中的人大多数都毫无才能 根本没有统治能力 而在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不久 他们也都很快地失去了职位 因此天明星教授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个秦刚啊 他的突然崛起和突然离其失踪 很可能不会不会是最后一次 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因为现在选拔啊 比较年轻的干部这个体制实在是出了问题 那何明先生 我就要请你点评一下 佩米欣教授的观点 你觉得他所指出的 秦刚不是最后一个消失的人 整个干部选拔出了问题 这个判断是不是正确呢 我觉得佩米欣教授啊 是一位很值得尊重的一个正常的教授啊 所谓正常的教授就是专业的精神 是变成他的一个讨论问题的一个底色啊 一个基础 没有那么多的仇恨啊 没有那么多的意识形态啊 没有那么的极端 所以他的文章 他的思想啊 是几十年来可以说是我一时非常的尊重 他刚才所解释的问题 就是今天的中国的政坛上的这种基本上的生态 我也很奇怪 他离开中国已经非常多年了 还能够比很多的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 或者是海外的其他学者 还更能够大体上把握中国的这个政治的基本上的生态啊 可见他的这个洞察的之强 而且我很同意他的一句话 就认为了这个秦刚啊 不是萧氏的失踪的下台的最后一位 因为权力吧 他就是拿来斗争的 权力啊就拿来来争权突利的 民主社会也是一样的 但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好处 就是呢 比较公开 而且有比较公平的竞争机制 有媒体 有司法 扮演一个角色 民主选拔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点 是过分的表演化 过分的迎合选票和民众 从来是很多骗子 表演艺术家 甚至比有才华的人 还要被这个民众啊 所选拔 这是民主政治性的面临的一些问题 当然民主社会面临的问题 还有很多啊 政治学者们 尤其是西方的政治学者们 已经研究了很多年 有很多的文章啊 值得大家探索 中国的这个体制啊 我们如果从毛泽东 郑小平 到这个江泽民 胡锦涛和习近平 这几个时代来看呢 其实他是越来越走向文明 毛泽东的时代 从50年代 之前我们不讲了 所谓的路线斗争 一个以上就是权力斗争 到了49年之后 基本上就是接班人之争 毛泽东选择一个接班人 其他接班人一起联合 把这个节门干掉就是高刚 这个干掉高刚的这些人 这个刘少奇 自己就面临了 这个问题 然后干刘少奇 干这些赢家 周恩来 林彪后来他没有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到了晚年 毛泽东就是稀里糊涂 稀里糊涂就被这个年轻人 激进的分子所蒙蔽 选拔了什么王恒文 这种毫无政治根基 品行和能力的人 甚至要选拔了 还是正好老师 但是轻了一举 被这些元老们干掉的花国锋 整个程序来讲是非常的残酷血洗 甚至是文化大革命 一个意义上就是由于接班人的权力之争而引起 但是到了镇小平时代 他也老人家 也不嫌多 干掉了华国锋 完全违背自己的政治承诺 甚至呢 干掉了自己亲自选拔的 两位接班人 一位是胡耀邦先生 一位是赵紫阳先生 1989年的六四季事件 表面上是一帮年轻的孩子 一些学生和市民 对民主自由的追求 其实背后面的更远 还是权力的斗争 不够稳定不够公平 到了江泽民时代 前半阶段 基本上是由元老控制 到了后半阶段呢 他想有所动作 但是没有能够成功 但是在他的任务也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事情 包括这个陈其同 政治局委员1989年 六四季事件的一个主要的帮凶 一个主要的 一个镇压的推动者 他进了这个秦城 那么到了这个胡锦涛时期 政治斗争只在寄述 上海市委书记 江泽民的人陈良宇 被干掉 到了这个胡锦涛后期 还出现了不醒来被干掉 习近平上台之后 干掉了很多的将军 但是我认为呢 就是远远还不够 一个秦刚 不足以说明习近平会怎么样 我就觉得呢 大家有时候把眼前的事情给放大 把历史的事情给忘掉 如果你记得 郑小平时期 丁光庚还被干掉 江泽民时期 江泽民的人 张永康 为什么部长被干掉 大家就会发现 习近平时候干的还是不够的 所以在几个星期之前 我们在讨论上海 第三号人大主任 董任福先生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期待 能不能更高一点更大一点 现在看样子 北京听到了这种呼吁 终于把一个国务委员 秦刚 先把外交部长给拉掉 但是这种问题 我们回答一个问题 通过这些事情的显示 中国的人才体制 是不是就是一无所长 一无所长 其实中国的这个体制 它是有所长的 它这个政权之所以能够生存 还能够控制中国 而且能够把经济发展到几十年来 这么高速的增长 它的所长就是呢 它的这种官员的提拔的体制 虽然是很想作业 但是它经过一点的阶梯 没有一点的阶梯 它就会不稳 其实呢秦刚在很大的承诺上 它这次最大的失败 就是它的根基太浅了 如果它再在外交部 再经营过几年 也许呢它就会今天呢 稳妥很多 但是最大的失败官僚不是这样 最大的失败官僚 是一步一步往上走的 在这个过程中间 它们有吹牛拍马 有这个和那个 但是整体来讲 民主选举出来的这种民选领导人 有时候对经济情况 政治情况 很多的情况其实了解得更加妥却 甚至呢 控制的能力还很强 我们在之前的华语论坛节目里面讲了 这两种体制吧 都不是截然的 对立的 矛盾的 鼻子爬尺的 而是呢 两者之间 是可以学习的 可以模仿的 或者说呢 迎合某一些积极性的因素 现在的中共体制啊 在19大之前 我就提出了一个呢 很粗糙的一个政治性的概念 叫政治机器人 这种体制啊 它由于相当的固化和封闭啊 它就产生了这样一批政治机器人 其实谁来 都很难在根本上消灭这个政治机器人 那么习近平在一点程度上 他就跟政治权利 机器人在做斗争 到现在为止 有所成就也有所问题 秦刚一点程度上是政治机器人的产物 但是20大之前 我又写了另外一篇文章 我提出另外一个观点 就跟外界的学界的西方媒体的根本相反 我提出的是北家宗宠 北家宗宠也是反映在秦刚身上 这就是一个培马屁啊 对上它是一个太阶 对下它是一个大城 所以呢 它从上到下呀 它是一个不连贯的一个完整的人格 恰恰是一个分裂的一种人格 中国官员的这种分裂的错乱的人格 实际上在他们的为人处事 施政 或者是对对最高层的领导的时候 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这种状况就是今天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就是人格分裂习近平把它讲成两面人 其实我觉得两面人还是太单薄了一点 其实是多面人他们的复杂的一种形态 但是这种状况你说是完全会摧毁习近平的体制吗 那还遥远的很 那我看到今天在参加中国英俊院节目中间的时候 郑日文先生就讲了外交政策不会产生什么变化 我觉得这种判断嘛 就是不仅是跟我接近 跟华盛顿跟这个西方比较严肃的 而不是华盛取宠的整天骗观众 迎合西方的这些所谓的一些人相比不一样的 他们是严肃的 所以我觉得呢 虽然出现了清刚 我们大可以讨论 大可以分析 大可以批评 但实际上对中国的权力生态影响非常少 对习近平的个人权威影响非常小 对路线政策几乎就没有影响 这个和毛泽东时代还是有根本上不同 好 谢谢和平先生的点评啊 那我们也说到这个中国人事系统之间的问题啊 之前我们主要谈到的是外交系统出现的变化 哎现在我们看到啊 这个习近平曾经亲手赞许过的啊 亲手提拔了一个出自这个部门的啊 国防部长的这个火箭军 那么近期呢似乎又受到了腐败丑闻的啊 这样的一个缠身这样一个状况 当然了我们之前在华尔街论坛节目中也说啊 其实现在有关于整个这个火箭军啊 情况到底多严重啊 集体案件之间是不是有关系啊 这个离奇死亡背后是不是有更多的阴谋 我们其实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啊 把谜底搞清楚 但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 我们也会不断为大家探寻 有关于火箭军的更多的秘密 那说到火箭军啊 说到习近平对于火箭军的重视 我想请何明先生简单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讲 这个火箭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门 他我们之前说的二炮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为什么这一支军队在中国的战略部署中如此的重要 那么这一支部队如果是出现了啊 极端严重的腐败问题 可能会对于中国的军事战略构成什么样的打击呢 解放军的政治派系啊 它就是所谓的革命传统 因为有了所谓的革命传统 就有了所谓的派系的归宿 而习近平把他的时代命名为叫新时代 因为是新时代 就要把旧时代给埋葬 那么习近平很厉害的地方 就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整个体系打个稀巴烂 打个稀巴烂 甚至改掉名字 改掉番号 让你那个传统根本就连接不上来 只剩下一个名字 叫习近平 其实火箭军跟二宝部队没什么差别 二宝部队就是土 就是傻 反映了这个周恩来的这么一种品性 他的这个品位 这个所谓的被中国很多文化人追捧的这个周恩来 给中国的到代部队取了一个名字叫二宝 所以大家经常讲起的都很笑 太土的一个名字了 二宝部队现在叫火箭军 它是以基地为主体 组成的中国的一个战略战术部队 主要是战略部队 就是说虽然它的兵源比较少 大概只有十几万人 十三万人到十五万人 由很多的基地组成 那么它跟其他的军队体系呢 是有一个距离的 比如说其他的军队 海军 空军 虽然他们是单一的兵种 但是往往的发挥到了所谓的这个军区 比如说南海战队属于南部战区 东海战队属于东部战区 北海战队现在属于 我都不知道是北部战区 还是应该是北部战区吧 那么这个原来属于晋南军区 那么这些体系呢 所以形成了这个归缩感 亲密感 合作感 而导弹部的相对来讲 是比较独立的 而且它独立的非常可怕 因为它都在深山脑林 从云南到江西 从湖南到湖北 从湖北到西北到东北 到处的深山脑林 咱们无意之间透露了解放军的导弹部的主要基地 哪个地方 你如果侦察起来 它的经济发现不太好 没有什么大型企业 没有大型的商场 那个地方属于贫困山区 请注意 基地的一个最主要特征 就是这个 因为解放军控制了那个地方以后 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密封在深山脑林之中 神瓦洞 同时不要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周围的这些地方都不需要经济的发展 这样的话呢 同时它也是一个技术强到非常强的一支部队 以前是哈军工 后来是国防科技大学 就是最近有一个什么人死掉了 天才 实际上跟他们的学校 就是跟核武器的发展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么最近火箭军区的这个事情呢 是一个呢 怎么说呢 是一个封别体系的一次爆发 而且介入的官员是比较多的 那么虽然这些将军们有的已经退休了 有的已经不在导弹部的了 但是这个瓜 这个藤 还是连到了这个导弹部的 这个导弹部的主要威慑的力量 一方面有台湾 有这个朝鲜 有日本 但是这些国家或者这些地区 相对来讲都不是中国 它需要用真正的战略武器 中国的战略武器主要是平衡美国 平衡澳洲的 主要是平衡美国 那么中国的东方导弹 是可以几分钟 就可以摧毁美国的很多的基地 很多的指挥所 正是因为有这个能力 中国在战略上是可以跟美国叫板的 这一点是毛泽东时候当时都说的 投掉裤子没有裤子都需要把核武器发展起来 就是中国的这个导弹主要就是用在了这个核武器 这个跟了海军的这个核潜艇 基本上形成中国的战略的打击力量 那么现在李玉超也好 什么人被抓了也好 对这些指挥系统不会产生变化 因为中国的这个导弹的战略系统和西方和其他国家都一样的 它是个多层的走后的指挥系统 不会由于一个人会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所以对今天的什么打台湾 什么美国真实威胁 毛关系都没有 好谢谢可明先生的点评 那么我们再要为大家介绍的一个文章 与我们刚才聊到的问题也有关系 近期有两个字在中国的各种文件中 经常出现叫做安全安全 那么到底为什么习近平这样强调安全呢 这就是我们在外交事务上所看到的 来自这个美国的一位学者所分析的焦点 他在这篇文章中讲到了习近平期间 可以说治理方式的一些改变 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或者是一个悖论 就是习近平保护安全的需要 实际上有这样的一对内在的矛盾 习近平越是希望保护国内的政权安全 在国外呢往往会采取一些越来越强硬的活动 比如说对于外企体现出某一种防御性的警惕特点 对于与美国的关系展现了某一种强硬 或者呢叫做自力更生 反过来这一些活动啊 又会招致其他国家的反弹和回应 而这一些回应更加剧了中国政府的恐惧 或者是不安全感 因此这是一个没有出口的升级循环 对于这一位作者的这种观点 那不知道何明先生怎么看 我觉得担保了一点 国家安全是每一个大型国家 或者是主权国家的一个必要的要务 它所谓的维护政权就是国家安全 但是国家安全又是大家可以嘲笑的地方 因为它是个垃圾桶 什么都往里面装 它是一个很年轻的科大化的一个特征 但是习近平的这种对内的强硬和对外的强硬的因素 还更复杂一点 不仅是单一的维护政权是因为呢 比如说针对这个外资的企业 那个里面有一些是国家安全 有一些是利用国家安全 尤其是跟外资企业有一些所谓的竞争关系的时候 他们可以借着国家的名义去打击这个外资企业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名义工业本身的保护性 在中国和印度很多比较大的国家里面 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特性 就是保护自己的所谓的名义工业 或者是国内的企业 还有一个是经过经济发展到一点程度之后 中国的经济已经不太像过去那样谦卑 过去那么要求外资 只要是外资、只要是港资、只要是台资 就很容易得到特别的优惠 今天的中国的经济的品质和能量已经不是几十年相比 所以这些因素都在产生变化 那至于这个外交上面 我们是批评到非常之多的 战狼外交、粗刀外交 但是问题是 你看看西方整天的这个报告 那个报告 这个讲话 很多也是直接登到中国而来 除非你这个中国的领导人 干脆就是跟西方 被相互算了 什么都是西方说了算 如果你但凡是一个主情国家 还在自然有一些能力的话 就会自己反击 所以从这个国家安全角度来讲 是西方复众的一个结果 而不是单纯的中国行为 好 谢谢和平先生 那么在今天呢 我们简单为大家介绍了 来自彭博社佩敏欣先生的观点文章 还有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 来自西方学者的观点 为大家分析了习近平治内智力 以及选拔人才的更多的方式 和平先生呢 也就近期的热点事件 包括秦刚与火箭军案 与大家分享了他的看法 当然我们也说 现在不管是外交系统还是军队的高层人士变化 实际上也不是百分之百板上钉钉的 未来可能随时会出现更多的情况 一旦出现 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其他频道和其他节目中 为大家率先进行有关的报道 今天呀 特别感谢给我们打赏支持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如是我闻 感谢艺人 感谢资深网友 对于我们的支持 谢谢这些观众朋友们 对于我们的支持 下周的思想先驱报 当然我是不是要提前宣布一下 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我们这个小杨结束休假之后 我也紧随小杨的步伐 进行一段时间的远期休假 那么远期休假期间 这个思想先驱报怎么办呢 可能我会以比如说声音啊 这样的一个方式 帮大家仍然整理 当时我看到的最好的书籍 当然了在休假期间 我也不希望天天 还看到的是这个 这些中国政局人士安排 如果大家有什么特别喜欢看的好书 或者是希望我介绍给大家的 一些跟时政无关的 比较适合做海滩阅读的书 也可以推荐给我 你说海滩吗 没有啊 我没说啊 对我是照常工作 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来工作 那大家也可以推荐给我 这样的话呢 我也会在这个休假期间 换一种形式 为大家继续思想先驱报的介绍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下周我们再会 智库简报 来自全球各大智库 大学政府媒体的政策研究信息 文章报告经六度简报团队分析 整理而成 六度简报的网址是六度breed.com 在青年失业困境日益加剧的情况下 北京看好职业教育 外交关系委员会 中国大学生的数量可能正在激增 但他们的就业前景确定非如此 2023年6月 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毕业班约1160万人 进入了一个惨谈的就业市场 官方公布的青年失业率被21.3% 中国疫情时期的放缓 只是造成这些趋势的部分原因 更深层次的因素在于 北京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的高等教育过度扩张 1997年至2020年间 大学生人数积增了9倍 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却未能跟上 劳动与就业 因此 北京正在齐心协力提高职业专案的地位 引导学生接受技术教育 以应对熟练工作力的紧迫短缺问题 2022年 中国当局颁布了今修订的职业教育法 提升了职业教育的地位 并承诺建立数百所新的职业院校 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 高级学位和额外教育年限存在强大的社会压力 办公室工作优先于熟练工作力 值得注意的是 台湾多年来一直在努力面对同样的挑战 1990年代大学教育的大规模扩张使台湾的大学地业生供应过剩 尽管技术职业和兰岭领域的劳动力需求逐渐激增 青年失业率20至24岁的年轻人为12%仍然远远高于整个社会 3.49% 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4.8%是初中或以下教育水准 2.39%的两倍 作为回应 台湾就像东亚其他地区一样正在通过增加工作力 迁移来满足对年轻技术和兰岭工人激增的需求 印尼的老年护理工人和越南建筑工人填补了迅速减少的台湾青年人口无法或不愿填补的工作 但目前看来这种增加的工作力移民在政治上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熟练工作力短缺问题和解决日益严重的青年失业问题 可能取决于北京是否有能力说服中国学生及其家长不要把目光投向大学教育 而是把目光投向职业培训 美国可以在清经济中处于领先地位如果财政部鼓励生命周期思维和多样化投资 詹姆斯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 最近几天随着全球气温持续上升 破纪录的极端高温提供了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览 这让许多科学家感到震惊 作为回应全球各国政府正在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并将气温上升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 在美国拜登政府正在动员一场全球竞争 新技术和新产业将参与竞争 朝着整个经济的净零目标耐进 降低通货膨胀法案 IRA的通过 其中包括强有力的清洁能源税收抵免 这是联邦政府宣布美国将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导力量 联邦政府计划快速部署的解决方案之一是清洁氢 IRA包括清洁氢生产扣抵免 通常称为45V 如果生产商达倒碳强度预值 每公斤合格的清洁氢将提供高达3美元 为了获得45V的资格 与目前使用的不减排氢气生产相比 生产商需要将排放量减少一半以上 虽然IRA中第45V条的简单语言 未有报复的清洁氢生产商提供了简单的激励措施 但一群长期的氢梯停者正试图让财政部兑税收抵免提出更复杂的要求 至氢途径很多 氢作为能源的使用已经探索了多年 但除了立即用途之外 其他商业障碍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逾越的 成本取决于氢气的生产方式 使用天然气作为原料 不货和储存二氧化碳排放 蓝氢是生产氢气的一种方法 氢气也可以通过甲烷热解生产 甲烷热解是一种完全消除二氧化碳定 直接将天然气中的甲烷转化为氢气和固体碳的过程 后者可以作为难以脱碳的材料的未来替代品 例如钢铁和混凝土 绿松石氢 另一种制氢途径 称为电解 使用太阳能、风能或核能制成的电力 将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 绿色氢 无论部署何种技术 最终结果都是可用于多众应用的轻商品 以及热解的潜在碳价值主张 因此 技术的选择被减少到 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找到能源和资源密集度最低的途径 为长期商业可行性提供足够的价值 同时保持环境绩效和社会外部性 这正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真正的生命周期方法提供了对可持续性的最佳理解 由于清洁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生产 因此基于生命周期碳强度 而不是生产方法 并将其与其他相关的可验证生命周期见解 例如 用水和废物管理 相结合 不鼓励根据狭窄的指标子 即日先确定假定的清洁氢营价 例如 水的可用性 用作电解槽的原料 以及水质 水处理 某些地区的拖延 以及了解管理用水 权力 管辖权等的行政制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 所有这些都可能是阻碍绿色氢的成功 和可持续性的因素 在缺水地区尤其如此 因为对粮食生产资源的竞争将加剧 下游废物管理供应链活动 如回收 填埋和焚烧 经常被忽视 但对于现实和更全面的核算可持续性影响至关重要 目前 用于绿色氢的锋利涡轮机叶片 太阳能电池板和电解槽缺乏规模化的回收选择 为垃圾填埋 焚烧或出口到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了报废途径 从而改变了可持续性的平衡 与可持续发展原则保持一致 从排放的角度来看 真正的生命周期方法 硬含盖上油和下油供应链活动 包括太阳能电池板 风能和电解槽中使用的矿物的开采 加工和运输 它还应考虑其他制氢方法的天然气和煤炭供应链 包括与运输相关的排放 以及制氢排放的任何补货和储存 除非太阳能和风能在现场产生定完全提供电力 否则实际使用的电子来自电力系统的混合 而不管上油可再生能源的合同如何 生命周期有很多含义 边界模糊 数据匮乏 数与生命周期排放具有多重含义 可以只将燃料、电力、生产产生的排放 归因于使用燃料的产品、氢气和生产 财政部在审议45V计划下的税收抵免规则时 需要考虑生命周期排放的定义和界限 目前 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包括通过生产点、从颈到门、的排放 由能源部的温室气体、管制排放和技术能源使用模型确定 并符合清洁空气法42USC7545OE 对于45V 这一位驻现场排放和用于运行氢气设施的电力产生的排放 总体排放的部分生命周期 计算整个供应链的实际生命周期排放量非常复杂 需要对数据需求、数据可用性和数据品质有前所未有的了解 现有的基于排放的生命周期评估捕获供应链活动 存在巨大的数据差距 而排放之外的扩展生命周期指标及存在更多的数据缺陷 任何基于生命周期的框架都需要测量和标准化系统 核查机制、报告框架以及审计能力 这将有助于市场发展、实现更高的效率 并使社会更接近于理解风险转移、意外后果和反弹效应 安排这种程度的问责制需要时间 因此可能会阻碍信用额度的授予并延迟更清洁的清晰生产 虽然行业和政府努力创建一套更广泛的生命周期可持续性标准 这将有助于缩小数据差距 并最终提供更完整、更现实的影响途径 但政策的设计应包括在税收、抵免推出支出的所有至清途径 周和地方政策框架将最终决定最佳的至清途径 因为并非所有地区都能获得低成本和丰富的资源 无论是天然气、风能还是太阳能 与资源无关的剩余条件可以提高发电效率 并鼓励对不同的至清途径采用生命周期方法 以便该国的每个地区都有机会为发展最适合其经济和资源配置的更清洁的国内清产能做出贡献 文外信在没有科学依据的情况下与先决定了清的赢家 有了这重利润丰厚且具有包容性的激励措施 能源部指望大幅增加清洁氢供应 目标是到2030年达到每年生产1000万吨MMP 到2050年达到50MMP 清洁氢的大部分早期使用将取代今天近14MMP的氢 作为原料的工业用途而没有探不惑储存 清在使用方式上的多功能性未减少发电运输和工业用途 如化肥化工钢铁和水泥生产的排放提供了巨大的潜力 美国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 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不断增长的新清洁清砖案管道 让其他国家争先恐后的吸引新兴的清产业 欧洲的专家和宣导者指出 与欧盟制定的复杂框架相比 45V信贷的简单性是推动因素 美国在发展国内清洁清价值链的竞赛中超越欧盟 清能批评者提出的要求之一是额外性 这将要求生产商紧重新的清洁能源 如太阳能和风能 采购用于制清的清洁电力 例如取消已经投入使用的太阳能和风能的合同 如果那入财政部的最终指导意见 额外性要求将违背国会的意图 使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竞争力下降 并挫败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最终目标 额外性还可能限制竞争和创新 阻碍市场发展 额外性将追寻欧盟所接受的相同复杂道路 并且基本上等同于美国在竞争时 双手被绑在背后 而中国和其他非欧盟国家不会面临同样的障碍 对新兴行业提出严格要求的后果非常明显 清能专案将推迟数年 而生产商将等待新的发电资源被规划 许可建设和与电网互联 同时必须考虑经济环境和社会分析 对矿产的需求以及相关的地缘政治 社会和环境影响将使整体可持续发展目标进一步复杂化 并将风险转移到境外 由于持续的供应链瓶颈和重大的专案延误 电解槽的成本降低和创造就业机会 在未来今年将无法完全实现 鉴于美国近40%的电力生产 已经来自核能和水利等无碳资源 额外的信将使这些资产贬值 限制他们对清洁清生产的贡献 并使他们没有资格从45V中受益 IA的目的是发展轻能产业定 利用其大规模脱碳的潜力 如果执行额外性要求 这将无法实现 轻的潜力在于其多样性 为了提高可持续发展意识 美国政府硬将生命周期洞察 扩展到排放之外 仅仅关注排放 永远无法提供 技术整体可持续性概况的现实图景 因为它忽略了可持续性保护 散下整个生命周期中的一系列 其他重要非排放因素 这些方面不包括在狭窄的Grid 基于排放的生命周期模型中 在45V和氢气规划的情况下 政策应保持技术中立 并专注于预期结果 如果最终目标实际上是可持续性 那么应该采取战略性和分阶段的方法 以开发更广泛的生命周期 与可持续性相关的因素 而不是仅根据排放 预先选择清洁和可能可持续的技术 清洁清是用词不当 因为当今所有生产氢气的过程 都会在生命周期和相关供应链中 产生温式气体排放 并且都具有额外的非排放相关环境和社会影响 干净错误的造成了缺乏影响的错觉 而从实际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 这与现实相去甚远 一个更合适的术语是更清洁的清气 清洁的清气生产将首先缓慢增长 然后随着公司获得各种技术的直接经验 进行调整和创新而开始增加 在清经济甚至没有机会起飞和扩大规模的情况下 从一开始就排除技术还未时过早 此外做出合格和基于科学的决策所需的数据 药膜没有被考虑药膜上不存在 随着数据在未来变得更加容易获得 战略开始纳入这些数据以帮助指导决策 然后可以加强和完善政策 并且随着更多的投资 可以缩小清洁的定义 财政部必须提供一个政策框架 允许清洁清能为其他清洁能源解决方案 提供互补的好处 以便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竞争 为了发挥领导作用 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继续规划自己的道路 以实现不断增长的清洁清产业 可以提供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 虽然计算排放量可以提高对绩效的理解 但财政部必须明确如何定义生命周期 并对边界保持透明 虽然排放概况很重要 但除非捕获、停估和验证更广泛的指标 否则它本身并不能转化为可持续性 通过遵循IRA中的立法文本 将指南塑造未战略性和进步性 但实用性和灵活性 将是放国家的创新能力 而不会限制多样化的清经济 可以提供的好处 本文表达的观点是个人作者的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的观点 关键材料弹性的进展 中国现在主导着稀土元素的开采和加工 胡佛研究所 在能源转型的推动下 对关键材料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 在这里 我们只关注其中两种关键材料 稀土元素 锐、合理 对电动汽车、EV、锋利涡轮机、智能手机、高性能磁铁 以及许多其他商业和国家安全应用至关重要的稀土元素的需求 预计将在2021年至2030年间翻一翻 对电动汽车和电网存储电池很重要的理需求预计将在同一时期翻两翻 中国现在主导着稀土元素的开采和加工 以及理合其他关键矿物的加工 这些矿物将在能源转型中发挥核心作用 本报告的目的是记录美国和可靠合作伙伴在扩大关键材料的提取和加工 以及关键材料供应链多样化方面取得的进展 正如我们在第一个关于稀土元素的案例研究中所讨论的那样 2010年中国占全球开采量的95%以上 此后 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地方的稀土开采扩大 使中国稀土开采的份额降至60%左右 与此同时 美国稀土开采量占全球供应量的从零增加到约16% 见屌一 屌一2010年全球稀土元素提取份额 2022年中国95%、60%、美国0%、16% 稀土元素的加工仍然主要集中在中国 约占85%的市场份额 但是 在增加稀土加工多样性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正在建设用于精炼稀土的设施 计划今年首次出货精炼产品 我们第二个案例研究的主题里的情况与此类似 里是电动汽车和短期电网存储应用电池的关键成分 中国拥有约60%的锂加工份额 主要是因为澳大利亚世界上最大的锂矿商 传统上将其精炕运往中国加工成电池及锂化合物 澳大利亚第一家锂加工设施于2022年开业 澳大利亚的目标是到2024年占全球锂电池材料市场的10% 到2027年占20% 美国澳大利亚和南美正在努力大幅扩大理的开采和加工 并减少全球对中国的依赖 要去保卫能源转型和其他重要的商业和国家安全目的提供充足和可靠的关键材料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采矿和加工专案的典型许可施工和调试时间约为16年 供应是否与需求保持一致存在不确定性 价格可能会继续波动 但是正在取得明显的进展 我们研究了市场力量 政府政策和技术在促进扩大关键材料供应方面的相互作用 市场力量包括价格上涨 资本投资增加以及使用者对稀土磁铁和锂电池材料的需求不断增长 此外政府还采取了旨在增加国内生产商和可靠伙伴国家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材料供应的政策 技术可以在减少环境影响 例如通过回收加工中使用的水 以及使提取和精炼更高效 更少浪费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技术可以为某些应用提供关键材料的替代品 为实现能源转型目标开提替替代途径 我们发现有证据表明市场力量政府政策和技术开始产生预期的效果 即增加供应减少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 我们专注于稀土元素合理 认识到许多其他材料也将发挥关键作用 包括铜和镍 我们的许多观察也可能适用于这些情况 胡佛研究所在关键材料弹性方面的进展 詹姆斯 蒂姆比 约翰 多伊奇 海军上将 小詹姆斯 埃利斯 大卫 作者简介 詹姆斯 廷底是胡佛研究所的安纳伯格杰出访问学者 从1983年到2016年 他是美国国务院的高级顾问 约翰 多奇是胡佛研究所的杰出访问学者 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名誉教授 他曾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 罗德尼 由因是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力研究所 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的弗兰克、斯坦顿河安全教授和联合主任 海军上将 James O. Dallas J.R. U.S.N. 退役 是胡佛研究所的安纳伯格杰出访问学者 他作为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完成了长达39年的杰出海军生涯 Rajiv Lam是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教授 此前,他曾担任能源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专案主任 Soul J. Park是优思科学家联盟全球安全专案的资深科学家 他拥有斯坦福大学地质和地球科学博士学位 专注于关键资源 大卫、最多尔是胡佛研究所全球政策和战略倡议 及其舒尔茨能源政策工作组的高级研究项目经理 全球国际安全政策和战略倡议一一关地 主要研究提要、文章、论文关地 在未来几十年中,关键材料将变得更加重要 本报告探讨了市场力量、政府政策和新技术的结合 如何开始显示出在提高美国国内或合作伙伴的采矿和加工能力 以及减少对中国两种此类材料的依赖方面取得的可衡量、进展、稀土元素合理 解说,罗德尼、尤因、拉吉夫、拉姆、苏尔吉耶公园 美国经济基深七国集团最强劲的七个原因 美国进步中心 虽然一些专家预测2022年底将出现衰退 但美国经济通过持续的经济和就业增长展示了其实力 2023年上半年 面对额外的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 包括进一步加息、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 看似政治驱动的债务违约危机以及一系列银行倒闭 经济仍然具有弹性 本专栏更新了之前美国进步中心的分析 表明美国经济在以下七个指标上仍然比七国集团 G7的许多同行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通货膨胀、能源价格、国内生产总值、GDP、失业率、长期失业率 202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DP预测 以及202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失业率预测 拜登政府的行动有助于为经济增长奠定稳定的基础 自2021年1月以来 拜登政府采取了果断行动 以确保美国经济从COVID-19大流行引发的衰退中反弹 并加强美国人的经济安全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开始后 政府采取措施说明解决不断上涨的天然气价格 最近政府支援了倒闭银行的储户 他还与国会右翼议员达成协定 他们威胁要允许美国拖欠债务 这将对经济产生灾难性后果 拜登政府的这些行动建立在过去两年 通过投资中产阶级来发展经济的步骤之上 从帮助美国避免更高的贫困率 以及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经历的双底衰退的美国救援计划 到追求旨在改变当地社区的新工业战略 创造良好的新就业机会扩大生产能力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G7中最低 随着世界从COVID19大流行的高峰期走出来 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经历了通胀上升 美国通胀率仍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 但较2022年高点大幅下降 过去12个月年通胀率每年都在下降 与欧洲发达经济体相比 美国的统一总体通胀率最低 这是衡量通胀的可比指标 见图一 事实上 与其他G7经济体相比 美国不仅总体通胀率最低 而且核心通胀率最低 不包括波动的能源和食品价格 核心通胀是央行的首选衡量标准 什么是G7? G7包括以下七个发达经济体 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 欧洲联盟是一个位列举的成员 在整个七国集团 能源价格从2022年的高点回落 同样整个G7的能源价格也取得了进展 美国在加拿大之后取得了第二强的进展 见图二 2023年5月 美国能源价格比上一年下降了11.7% 部分原因是拜登政府动用了战略石油储备 重要的是 政府的清洁能源投资即通过降低通胀法案 将有助于确保美国从长远来看不依赖天然气及其相关的价格波动 日本的能源价格也下降了 尽管没有达到美国的程度 在其他聚期国家 能源价格继续增长 尽管速度低于2022年 以GDP衡量 美国的经济复苏最为强劲 美国经济在2023年保持强劲 在经济不确定性下继续增长 最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增长是在美国在2021年完全恢复大流行前的所有GDP损失并超过大流行前水平之后出现的 事实上 按GDP衡量 美国经济在G7中复苏最强劲 七国集团的其他经济体 尤其是英国和德国的经济体 尚未恢复因疫情引发的衰退而损失的产出 其表现仍低于趋势水准 建图三 展望未来 从基础设施到清洁能源的新的广泛投资正在为美国经济的长期成功奠定基础 美国劳动力市场保持韧性 失业率较低 面对利率上升 美国劳动力市场仍保持弹性 过去今年劳动力市场迅速而广泛的复苏一直持续到2023年上半年 在此期间 美国平均每月增加278000个工作岗位 失业率仍低于4% 值得注意的是 在整个2023年 在美国重新获得大流行期间失去的所有工作岗位之后 实现的月度就业增长高于大流行前的美国月度就业增长 劳动力参与率也非常强 25至54岁个人的就业率达到20多年来的最高水准 25至54岁的妇女目前已创记录的速度就业 此外 美国一直能够保持低于大多数其他聚期国家的失业率 建图四 在将2019年的实际工资与2022年的实际工资进行比较时 美国是仅有的两个聚期经济体之一 实际工资增长 根据购买力进行调整 在COVID-19大流行高峰期追求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劳动力市场紧张以及工作力向高工资行业的重新分配也有助于美国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超越其他聚期国家 美国在长期失业问题上取得进展 长期失业会使工人难以重返劳动力市场并导致技能流失 为了防止对经济的长期损害必须让工人与劳动力市场保持联系 大衰退之后美国的长期失业率在很涨一段时间内居高不下 失业27周或更涨时间的人口比例在2010年初达到45.5%的峰值 直到2020年3月才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准 与之形成先灵对比的是在COVID-19引发的经济衰退之后 经历长期失业的个人比例在2021年3月达到顶峰后迅速下降 在2022年7月降至衰退前水准以下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长期失业定义未持续12个月或更长时间 其最新年度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的长期失业率在七国集团中排名第二 剑图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前景依然乐观 尽管整个2023年上半年在许多方面都经历了经济不确定性 但预计美国将保持其韧性 许多指标表明它正在确保软注入的道路上 联邦公开市常委员会的最新预测不再预测经济衰退 相反 美联储预计未来今年将继续经济增长和相对稳定的失业率 此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23年 美国的实际人均GDT增长率将在G7国家中排名第二 仅次于日本 剑图六也是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剑图七 结论 面对众多经济风险 美国经济在2023年上半年继续增长 从许多指标来看 它已经超过了竞争对手 创下了七国集团中最低的通胀率和最强劲的经济复苏 这表明拜登政府的政策决定在该国从CV19大流行中相对较快的恢复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 美国经济处于有利地位 额外的经济投资应有助于确保其经济前景保持强劲 谨慎形式 人工智慧发展的预防原则 美国企业研究所 拜登政府上周宣布 他们已经获得了领先的人工智慧公司的自愿承诺 以管理人工智慧带来的风险 亚马逊 谷歌 Meta Microsoft OpenAI Inflation和Infrupid已经同意在向公众介绍之前保证其产品是安全的 构建优先考虑安全性的系统 并通过对其AI系统的功能和局限性保持透明来赢得公众的信任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 这些竞争对手达成的共识值得认可 不可否认 这是人工智慧领域的积极举措 然而 承诺的措辞含糊不清 在许多情况下 重申了这些公司已经在做的现有活动 这些承诺也是自愿的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谁负责核实其旅行情况 也没有不遵守的后果 通过路透社 也就是说 这引发了两组更广泛的担忧 首先 这一努力体现了预防原则 即在跳入新的创新之前要谨慎和审查 正如约翰 麦金尼斯在《法律与自由》一书中所写 预防原则要求政府在面对不确定性时采取预防措施 将举正责任转移给那些想要进行创新 以证明他不会造成伤害的人 他认为 只要一项活动对健康安全或环境造成重大可能的风险 即使支持证据是推测性的 也需要进行监管 虽然预防原则可以成为决策的宝贵工具 但他也有其自身的一系列缺点和相关风险 批评者认为 他往往会阻碍创新和进步 例如 构成可接受的风险水准的因素可能会有很大差异 政府对人工智慧的方法没有提供明确的指导 这可能导致人工智慧风险管理方式不一致 并为开发模型的人工智慧公司 以及使用这些系统的企业带来不确定性 还必须根据扣留这些技术的风险来评估这些风险 包括使美国在全球人工智慧竞赛中处于劣势 中国等国家正在迅速提高其人工智慧能力 还有理由对日房源则随助时间的推移的累积影响持谨慎态度 例如人工智慧公司的承诺要求他们对其人工智慧系统进行广泛的内部和外部安全测试 共用有关管理人工智慧风险的资讯 并制定强大的技术机制以确保透明度 这些都很重要 绝对应该成为负责任的人工智慧开发的一部分 但存在一种风险即政府的这些要求将随助时间的推移而增长 或者公司将不得不解决一系列无休止的假设场景 我们看到环境审查的积累和过度的官僚主义会大大延迟有益技术的部署 旨在保护环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案审查已经变得如此复杂和耗时 以至于他们现在阻碍了所需解决方案的采用 这些审查的部分工作平均需要四年时间才能完成 这阻碍了气候技术和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实施 毫不奇怪 从白宫到参议院共和党和民主党高层的广泛政策制定者 都在呼吁允许改革以加速新气候技术的部署 第二个更广泛的问题是 承诺框架完全围绕政府希望最小化的危害 而不是国家希望最大化的社会利益 只有当我们达成最后的承诺时 这些公司才会被要求使用人工智慧来说明解决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 为了真正利用人工智慧的潜力 我们需要推广一种更加积极主动和雄心勃勃的方法 不仅关注风险管理 还鼓励这些人工智慧公司积极努力应对当今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 人工智慧可以带来巨大好处的领域并不缺乏 包括气候变化 抗击癌症以及解决学生因咖啡而面临的学习损失 我们需要对我们希望通过人工智慧实现的好处有更多的积极愿景 而不仅仅是我们想要避免的伤害 总之虽然拜登政府确保领先人工智慧公司的自愿承诺的举措 是确保人工智慧安全的一项值得称赞的努力 但迫切需要确保这些承诺在预防原则和人工智慧技术进步之间取得平衡 确保任何一条道路都不会阻碍另一条道路 此外要真正实现人工智慧的变革潜力 在降低风险的重要工作外 还应同等重视利用其应对社会挑战的能力 了解更多 建立对人工智慧的信任 呼吁制定明确的指导方针 以利用其优势和性化学习的承诺从未兑现 今天的人工智慧与众不同 ChatGPT应该在学校被禁止了 美国是否拥有全球技术优势 我们的中国挑战前进与詹姆斯、路易斯合著 《小心翼游》 《人工智慧发展的预防原则》一文 首先出现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上 谢谢收看智库简报 这是由六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 六度简报的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 字幕志愿者 这